大家好,歡迎又再次收看C基金中午的直播 我是浩德,各位AM730的朋友你們好 好像越來越多AM的朋友都開始看我們的節目 令到我都有點開心 好,現在是第一件事,C基金我們報告一下 基本第一樣資料就是最新的NAV資產正值 去到上個星期四,10月8日,我們年初至今31.52 主要都是大家見到,水漲船高這段時間 整體行程都幾好,稍後可以講一講 另外一個都要提一提大家 因為之前我們9月30日做了第四季的投資網上講座 很多朋友當日即場參加了,亦都信眾要求 很多朋友希望可以聽回的,如果都是聽不到 我同事已經很好,有個折錄版放上去 我們這個C基金的Youtube 所以放上去的,如果你沒有留意到 可能因為你忘記了Like、Subscribe和按個鐘 記住做這件事,所有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你就不會錯過了,包括這些webman 比如我去新城做的朋友問我去不同的媒體 如果可以的話,我都將那些資訊 都盡量放回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大家就可以在這裡比較集中看 好了,就講大市 市其實今天反而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說 為什麼呢? 好的時間,大家不用聽我說 自己都懂得去找好的機會 不過我都報告一下 我自己覺得美股,如果想看上個星期五 都說今個月都升了 如果你看看最主要的指數 的Dow Jones,S&P500,NASDAQ都是3% 尤其是之前我都講了,CCMP,納資特克指數 9月一個風升學類之後 我都見到很多朋友都沽了一些 希望不會過太多了 因為現在看回,暫時來講 都可以講,這個都是個調整 都去回歐近11,500多 旁邊的高位都不是差很遠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說 之前都是個調整 我們自己,其實說真的,C基金 美股比例都已經去到我們 近乎我們自己的上限 所以你說可不可以加很多新的名字 都沒有什麼的 不過我都聽過很多朋友說 不如讓我留意到一些特別的板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都可以約了一說一下 雖然有些我就沒有子彈買 沒有空間買的 但是你看到那些SOX 即美國的半導體又創新高 整個板塊 上個禮拜五有個新聞的 AMD又有個收購,好像300億 可能見到NVIDIA去買 他又跟他去買一下 可能一個挺大的整合 所以對於半導體都幾厲害 當你整個納資特克指數還沒回去新高 你看到那些半導體指數都厲害 反映到行程都厲害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自己本身都是NVIDIA的 之前都有問過 如果想聽一下 究竟為什麼我們有NVIDIA 去我們的Youtube搜尋 這幾個字就有了 另一個近期比較多人說的就是 都是因為有太陽能 跟著連風電 現在連那些氫氣電池 那些氫氣電池都炒得很厲害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不過香港好像就沒有什麼比較直接的概念 美國多一些 但這個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氫電池 現在我們的電動車全部都用鋰電池 接下來 輕電池其實都有部分有商業化的 接下來都是一個大家都幾關注的一個概念 第三你可以說一下 美股還有什麼在動呢 就是那些IBB 就是我講一些美國的BioTech 我講過之前疫情那一輪其實都幾弱 但近期都動得上去 連帶其實我覺得港股都沒有程度 那些醫藥股都是因為這樣跟上去 這些都是 如果在美股上高一些比較重要的觀察 如果帶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做功課 當然啦 如果你看上個星期的美股就開心之餘 我之前講過 唯一一個我覺得比較落後少少 未能動得上的就是金 大家知道我們C基金長期看過很黃金 即使這麼多的驚濤蟹浪 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沽 現在都差兩成 所以他呢 之前有多朋友問 我覺得如果是1900至2100位 站得好些就會開心些 上個星期五就能動得上去 某程度都是的 都是這些美元一動 這些都 最後排隊都能動得上去 所以只要講 如果美股基本上已經是大直路那樣 不過我都要提一提 我覺得那個方向就是向好 如果大家有 即是我們的朋友有緊接我的想法 我覺得美股是向好的 不過都真是政治史 尤其是今個月 現在去到大直路 某程度 就應該 進取的時間都不忘要穩健一下 所以 自己 要少許兩力而為 不過我就 全入了下去 當然 但我自己也 有些操作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例如說 Wix 我看到 Wix 其實就 開始 好一點 因為都是這樣的 市 你看到 Wix 開始下去 代表市場 對後市的看法 就覺得比較 好些 所以不需要 買這麼多選擇 去做對沖 或者 就算是想投機 都直接買正股 所以 市貨 Wix下去 是正常的現象 對於我來說 我之前講過 其實我就是 好天心買下雨柴 現在 趁Wix 那些 Wix 那些 Term Structure 又開始 下去 我的方法 就是 我的證股也好 我的衍生工具 都繼續打 不過 趁這些Term Structure 比較便宜的時間 我就加一些 如果 那些市場 突然下去 我們都 不會 一鑊熟 最後 我看到 有些朋友提議 可能 我 在第四季 投資 港狀當中 都說過 有人問過 Cathine Wood 問一下 好不好 今年都是美國最厲害的基金經理之一 當然 最重的 Tesla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這隻 NARK Innovation 10%都是Tesla 他看很多美股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參考一下他 他都很透明 有些朋友說 不如你買去那隻 ETF 我公道一點說 我真的有買去的 ETF 所以 身體力很 我覺得好的東西 我通常都付出行動 OK 好了 美股說了很多 說說A股 好嗎 A股 我覺得 上星期五是放長假回來第一天 看回CSI CSI今天升了百多點 到了4796 上星期五 如無意外 大家都知道他會升 因為在假期當中 各方面都是理好的 無論外圍的因素 國內的情況 人民幣的走勢 最重要的是持續性 今天都不差 特別是我想說創業板指數 我之前說過 現在越來越少人看上證 可能看多一些戶心指數 但我覺得深圳的創業板 因為其實很多A股的動力股都在裏面 所以你見到 如果那個深圳的創業板 那個行程是真的好 其實真的反映到 國內的投資氣氛和大風向 你見到健康牛之後 7月初 拆軟一轉 其實都很黏的 令到我也有點擔心 朋友之前說 我也嘗試解釋一下 究竟是否因為有 硬頓性的問題等等 但你見到 回來兩天 其實那個勢頭都厲害 國內大家都知道 一是不理 一來就很瘋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還有尤其是今天 你看到外資 星期五應該好像 國內都是7000億成交 比我想像中 但今天的勢頭很厲害 還有外資都開始進來 還有如果有一個東西 可以當 我覺得當然是 有一點點吹水 不過你見到現在 連美國當拜登都贏了 炒的新能源炒得這麼興奮 某程度會不會令到 一些外資對於中國 無論港股也好 A股也好 都會看得好一點 因為特朗普和拜登 他們對中國的態度 都是有一點點不同 雖然經常說 中美關係 都一個長口的變化 不過會不會拜登做了之後 一些事情是沒有那麼痛苦的 這個都可以想一想 當然啦 如果說回自己A股 比較重的消息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人民幣 因為升得挺厲害 去到6.7 如果沒有看 如果看CNY 就是onshore 這段時間 都要一直這樣升上去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有對沖人民幣 所以我對沖人民幣 就是意思是 這樣一直跌下來 即是轉強 現在6.72 對我來說 我的對沖當然會輸錢 不過我也持有很多A股 A股計價又幫了很多 所以人民幣升 始終我整體來說 對我都很好 因為我經常說 人民幣升 都是和股市的走勢 應該是並行的 最特別就是 在上星期 週末的時間 昨天晚上出了一個挺有趣的公告 就是 央行就說 要調整那個 外匯調期的準備金率等等 簡單一點就是 因為之前阿爺就覺得 不想人民幣貶值 如果你沽人民幣 買美元 它要令到你的交易成本高一點 所以你需要一個準備金就高一點 反過來 因為這段時間 人民幣都升得不錯 背後的原因 除了因為走資 現在出口都不差 很多企業都賺了 很多美金回來 都換回人民幣 但整體來說 有兩個主要的含意 第一 可能人民幣去到這些位置 都差不多了 阿爺覺得 它就鬆綁一點點 讓人們可以多些原動力 買一些美金 沽少少人民幣 所以對人民幣的匯價 可能這個位置 之前一直衝回 在圖上就衝回來了 但是人民幣轉強 可能衝到這些位置 6.5至6.7可能差不多 從一個政策的判斷 阿爺開始吹雞 讓大家可以停一停 當然背後也挺重要的 就是代表了什麼 代表了其實大陸的經濟都不差 你差的時間 你就可能沒有那麼大空間 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就宏觀一點點 不過可能人民幣 大家都會關注 無論你自己拿著人民幣 或者你買A股 都好 所以就跟大家提一提 今天大家炒得最慶合合 當然就是 我們的習主席 就是會來到深圳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一直都看好深圳 當然他這麼高的姿態 來到深圳 都希望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可以配合 所以大家的氣氛 突然就好很多 不過我也要提一提 炒那些深圳概念股 都要識走位 今天大家都炒回 譬如604等等 整體來說 我就沒有炒深圳概念股 但是A股我自己加回 譬如說 之前講過一些愛爾眼科 我們今天都升得不錯 這些我們就有加緊的 都不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還有我們今天加的 包括東方財富 East Money 不過這些就是A股 它怎麼都會升的 今天整體來說 行程好好的受惠 OK 最後講回港股 港股基本上什麼都會升 很少可 我經常講 今年大約令人氣餒的原因 就是因為淡富外圍好 國內好 香港都是跟跌不跟性 今次比較厚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大部份的東西都會動的 除了哪些不動的 就是那些房子 那些 property比較差 無論是內房或者那些物館 都一般的 不過也挺好 每一次609800 其他跌都不跌的 都不錯 另外車 車要暖一點 都不是跌的 不過就叫它暖一點 整體你看到科技指數 大的 你看到阿里巴巴 那天本身賣集團 好像上市有少少阻滯 但都無阻的聲勢 一些小一點 比如Kingsoft KingD 微盟 這些二三線都動 Healthcare也是 我覺得有少少 本地的氣氛都好一點 再加上IBB 即美股那邊都更強一點 那你見到一些 烏斯巴奧 或者269 都升 Innovan 我那天 新城阿朱子超 還在笑 現在好像變成了Innovan 和北京的代言人 不過沒辦法 我拿著它的股票 我都想去升 碰到好的東西 還不介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整體來說 C基金的部署 大家最關心就是 我都沒有什麼現金 其實 所以這段時間 可能僅有些部分 會轉一下倉 但是 基本上 由於所有的都很強 我沒有什麼好沽 所以 或者是 我都加了一些 衍生工具 就是 幫助在有限的 現金水平底下 在看得比較好的時間 就可以 贏多一駐半駐 不過我覺得 之前 我覺得 在國內長假之前 那段時間 市場看得太淡 我覺得 應該更加進取 那今天 似乎 所有人都開始進取 那大家 都要想一想 可能這個聲勢的中段 都已經 接近中段 我自己覺得 那所以 進擊不忘 其實都要留意一下 自己走不走得掉 好 那 我就講大市 講了15分鐘 那然後 當然 這麼即市之外的事情 都要做一些 基本功夫 我當然就要找回 Kelvin 跟我說說 我們其中一隻外股 1801 順達生物 今天就升到66元 謝謝Kelvin 大家好 那順達生物 上星期五收市之後 就有個不錯的消息 就是 我們之前也說過 今年到明年 應該有四五隻 商業化產品 會推出 總共 那麼 這一隻 週五 就出了去第四隻 這個商業化產品 就批准了上市 就是叫做 這個 這個 那 那麼這隻 就是 都是這些 生物類似藥來的 那就是 都是跟那間 A-Lili 去合作 共同研發 那主要是 那些 那些 就是一些 一些惡性的 其實是 在大陸面 最常見的 血液系統的惡性腫瘤 這藥是專醫非課期金淋巴樓 淋巴樓面有差不多九成都是這種的 市場應該有差不多二十萬個患者 所以這藥的市場也不小 如果我們看看原延藥 因為這些生物類似藥是專利過了 所以才可以做到這些生物類似藥出來 原延藥就是那間很出名的羅氏 這間羅氏應該是瑞士的藥廠 市值美金差不多有三千億美金 說回去其實那隻原延藥 這隻達伯華的原延藥叫做美羅華 其實在1997年已經在美國上市了 也是治療那些臨巴樓 還有一些風濕關節炎 還有一些血管炎等等 在中國其實是二千年才上市 這隻藥其實都頗厲害 因為它是佔這間羅氏 是頗重磅的藥 佔它的收入都有十幾% 上年羅氏應該是在賺五百多億美金收入 所以這隻藥其實都佔了七十億美金 因為它的專利就是一四元在歐洲過了 一百年在美洋過了 所以你都會看到這隻藥在這間公司的 貸款都會越來越少 而且它都故意在一四元那樣 再推出了另一隻新藥 都在醫治白血病去嘗試代替損失了的市場 不過銷售都去不了 都未說可以去到七十億這麼誇張 現在應該大概有十幾億美金左右 那隻藥叫做Gayswa 這是英文 所以就看回究竟這隻藥在中國的市場 可以有多厲害呢 其實就應該如這兩三年 中國的市場應該都已經有三十到四十億人民幣 所以就去到三零年可能是六十幾億這樣 其實這隻藥大概每個月 那些患者應該要給七千八千元 所以總共一年差不多十萬元的費用 去用這隻藥 有一個特點 就是有一件事要說 就是因為現在市面上在大陸 只有一間公司是上了這隻生物類似藥 那就是復星 其實有一間叫復雲漢林 2696 上半年其實都做了兩億多的收入度 那就是接下來還有一間三企 叫做神舟細胞 它都是one of這個競爭和信達新聞 所以其實信達新聞是第二間公司去上這隻生物類似的 所以都是一個不錯的消息 不過要留意一下 其實這隻藥一年可以做到七十幾億美金 所以它的競爭都很厲害 其實現在在臨床的時候 有十幾間公司在做這隻藥 所以都猜到信達新聞 因為它跟這個 例來一起做這隻藥 有一個branding 還有未來都可以跟這個PD-1 去做一些combo 加上其他藥 去在一些血液殼上面的種 去一起做一個聯合治療 去醫癌症 所以都幾看好 這隻藥的發展 還有幫助信達生物的爆發力 在收入上 還有這隻藥其實已經進入了醫部 所以接下來它上市之後 應該都很快會進入醫部 所以估計它至少有兩成的市場份額 所以就應該有過十億的收入 過多幾年之後 所以整體來說 就是信達生物其實已經上了子彈 那四種生業化的藥 所以明年大家可以開始關注它的銷售發展 你也看到它這四種藥已經準備好 明年應該還有這隻藥會上 如果有機會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件要注意 另外一件要注意 就是因為它是PD-1醫保 我都說了幾次 因為11月其他公司的PD-1 會有一個醫保談判 所以那個藥價可能會有一點影響 但是我覺得影響也不大 因為可能過多幾個月之後 信達生物有其他的實驗症 都會有醫保談判 都可以進入去 所以都應該繼續支持到它的銷售增長 所以整體的更新就是這樣 OK 好 謝謝Kelvin 其實我覺得補充一下 這些藥為什麼突然爆發得這麼嚴重 除了科技的進步 譬如美國很多 約到了大陸之外 最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大陸的人命可以值錢 以前的人命是不值錢的 現在真的有病才開始要給錢 也有錢 所以那個空間都幾大的 希望大家如果之前有留意 我們這麼喜歡這隻信達生物 Kelvin說了這麼多次 希望現在來到六十多元 大家都在賺錢 最後都是留時間去Q&A 先解答一些之前在Youtube上的留言 其實我再說一次 你們留下的東西 基本上我全部都有看 不過有時候可能我講時間關係 或者有時候 講到有些混亂的時間就miss了 我先說不好意思 不過都儘量回覆大家 比如說這個Martin問 可以買ARKK 我剛才回答了 其實我們也有的 好 OK 然後之前有一個朋友問 Kelvin說 101可不可以加 我希望你加了 因為今天六十六元 不過說真的 我們其實都不是真的教大家炒股票的 我們其實做過節目 真的希望大家 了解多些市基金 知道我們很透明的說一下 告訴大家 我們的操作 譬如有些 投資上高的 我們的想法 工夫 那些道理 我都希望分享一下 而不是真的個別股票 所以有一點點不同 可以問 有沒有Q&A部分的影片 我想是關於第四季投資 應該已經幫我淺輯了 所以答案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你想聽 下次記得要即場參與 如果不是每次我們搞 我們的同事覺得 如果搞太多 如果都希望大家 現場的參與度 都是其中一個他們很著緊的QPI 最後一個問題 Lewis Coleman C基金的派息系列 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其實是由基金決定的 參考當時的恆生指數股息率 通常我們的目標 希望會高於恆生指數股息率 一點 否則都沒有一定吸引力 他問 是否在我們買的股票股息率扣除 不一定的 譬如我們買股票賺了錢 賺了那些錢 都是盈利 都是屬於投資者 都是可以派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看看 你看回我們的相關文件 究竟我們派息紀錄 從我們賺的錢派出來 都很公道很詳細說清楚 所以就看看會不會解答我們的意欄 OK 之前回答了 當然回答即時 C基金的朋友先等一等 因為我們說現在多了AM的朋友看 我們不如先回答他 他問我9988700什麼價錢買出部分 第一我沒有想買 所以就回答你不到 多謝你 Cristine 說真的 9988都在創新高 騰訊你偶下偶下賺550元 我之前九月份覺得科技股只是調整 不是轉小買那些就穩陣一點 如果你一來一會 其實都有7-8%盈利 我也有想想會不會沽一下 不過勢這麼好 我也是那句 只蝕就不只賺 當然我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現在都沒有錢 原因是我買了 也是賺了 不過都要想想做一些switching 對我來說 好 跟著就youtube上的問題 就是裏面有幾隻股票 每個股票有佔比 這個其實是很dynamic的 小的時候就二三十隻 多的時候可能五六十隻 當然你問我 作為一個基金經理 做一個投資者 股票越少就越好 因為尤其是你見到 我們那個買股票的方法 都做很多功課 那你每隻股票 不是只看那些黃金比率 不是看那些平均線 所以你要花的時間有很多 變化的時間 你要思考 所以不能太多 不過反過來 同時間 就是我希望我那個 買的股票當中 都保存一定的活力 那就是我經常說 When things change, I change my mind 市場一邊變化 世界一邊變化 有些新的機會 那你不可以這麼witching 買來買去那十隻股票 就覺得必定是自己適合 所以是會沒有一定的 那就是上線弱水 我經常說 下一個問題 就是問他朋友 拿著很多平保 那就58元 拿到現在就很厲害 那現在都82元 83元 那是不是應該沽出部分 買其他 那我覺得 那你有沒有說得很清楚 持倉最大 那你拿了九成是平保 那我都不知道 不過我真的可以說 我自己就一股平保都沒有 那你那些700 9988 618 就是騰訊 阿里巴巴 京多 全部都有 那你問我 如果真是很假設性的問題 我都會轉一些 就是你問我一些我不持有的股票 會不會轉一些我持有的股票 我應該都是答好的 那就分短 是嗎 最好的時機就是九月份 現在其實就 尊不尊 那你有拿著都不太差 今天平保都升了 升了2% 不過其他都更加厲害 好 然後呢 291比較弱 就是啤酒股 其實就不是很弱的 我先看一看 OK 291 看看先 是嗎 竟然我記對的項目 是真的說華潤啤酒 都不是很弱 因為他很弱的意思 就是之前炒起了 那些內需股 就休息一下 我覺得 不過我沒有拿著 所以我回答不到 OK 那我也覺得很弱 大家知道我都喜歡百威啤酒 不過我現在都沒有拿著 好 接著問得不錯 Joanne Wong問 那隻1169 之前我們有講過 Sam也有特別介紹過 這個情況 他說如果這樣計數 是有利用空間很大 為什麼未反映呢 我覺得一些人覺得 都有一些不確定 因為其實那個時間性 還有一兩個月 第二 其實就 整件事就牽涉到 做了一個share swap之後 再整個新的公司 放在香港 覺得那件事好像 不是很明顯 而且不同你普通私有化 普通私有化就是 你用一個多少現金 買回我的股票 大家覺得比較實在一點 我覺得 所以 我懷疑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 有時候的問題就是 這麼大隻甲賴 隨街跳 是不是有些隱憂 看不到呢 我都有這樣想過 不過 我覺得 希望市場 是 看錯了 我懷疑 我再加多一句 因為之前我都有些保留的 他今年第二季 第一、二季開始講的時間 因為那時候 白色家電 我就覺得 那個行程 都是有些反覆的 但是似乎 第三季開始 白色家電 又好些 你本身的公司 即是你underlying 即是 營運上高 是 看好些 你做這種 special situations 這樣就會容易些 如果不是 你單單看過 即是 有些少少套等 但是如果你本身 那間公司 即是 營運走弱 其實就有些蝕底 現在 我覺得 又比我想得好少少 但他的走勢 都不太差 旁邊也挺硬 就像之前的市跌的時間 說的是169 都不太差 好 那 我還有拿著 好了 接著問 光 你很危險 打這些字 即是Solar 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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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ss 我真的亂說 Solar glass 上星期就停一停 今天都站穩一點 你問 是不是覺得現價直駁率很高 我都不懂回答你 因為 我就用968來做例子 雖然其實不是很低位買的 不過是10元以下 你現在去到13元 你是不是很直駁 你看回 高追就是有高追風險 不要忘記這件事 如果 譬如我剛才說 你如果在升浪之前的中段 或之前加入了 就容易一些 譬如上星期五 我都沒有沽 你問我今天我沒有加 我也沒有加 可能你問我 因為我都不少 那個持股量 所以可能 形勢再好些 或者股價再有些變化 我才再想 暫時就沒有的 好 接著問 樂響 是否可以跟TDD比較 上星期前 都是這樣比較的 不過 其實我想說 我也問 我有一個專家證人 其實我家人都是做這一飯的 他就跟我說 當然TDD就好過樂響很多 不過不能直接比較 TDD在美國也不錯 其實你也可以看他們 我那天都專家看他們 研究一下 TDD都不錯 我又拿著 OK 可不可以比較 好像做類似的事情 不過 有機會再說多些 好 下一位問題 Patrick問 之前我可以申請提過 基石藥業 是否就是Seastone 我猜是 應該是 近期 Pfizer 就入股 股價應該 上升了一輪 看看 我沒有搞錯 基石 是否這隻 對 因為有時候我記英文 沒錯 你問基石藥業 為什麼呢 可以詳細介紹一下這間公司 為什麼呢 買完之後 股價也沒有反映出來 也不是 買完的時候是9元 現在是11元 也有反映出來 至於我沒有 原因就是 暫時我們沒有這隻股票 沒有那些股票 我就叫同事沒有花太多時間 不過你這樣問 我就把你的 Kelvin已經收到你的訊息 他說可以想想 我幫你轉達了 他不做 因為私基金持有的股票 當然我全部同事都要200%的努力 跟得很貼 至於沒有買那些股票 他們有很多自由空間 喜歡看一下 因為事實上股票真的太多 沒有可能看得完 所以資源分配有時候 都有我們的考慮之一 好 接著問問Tony 你這個應該很少聽我說直播 第一我一向說 就不能叫我Sir 因為現在坊間 每個人都叫自己阿Sir 常常說人之患 再好為人事 每個人都叫自己阿Sir 就亂說話 所以不要叫我阿Sir 記住 他叫比較SAU和Barrick Gold 我其實講過的 我以前也有的 看好一些金 可以買一些金礦股 買一些金礦股的ETF 我發覺不成功 所以我自己就 剛才講過了 我拿著那兩成的黃金 全部都是黃金來的 就不是GOLD Mining 我覺得以前我實在錯了 你覺得A會升 你就可以買B 我也明白 有些人覺得 可能買一些金礦股 有些槓桿 注意處理 但你發覺實際操作上 都不是這麼簡單 第一金會升 他可能不升 因為他也是股票 尤其是短線 股票和黃金的走勢 真的可以是180度 有時候可能又跟不足 等等 可能好像我的例子 我真的想買金 不是買那間公司 可能你看過金的走勢 不過那間公司自己出現問題 你便很辛苦 所以我可以講 我全部拿著SAU 當然我用期貨 下一題 David問JKS有沒有研究 有 你們有沒有聽過 阿桑說的 我認識阿桑 沒有講過嗎 有機會我叫他講一下 也對 有時候我想不到什麼 我找同事頂一頂 阿桑有同事 有朋友問JKS 我們下次幫他講一講 這個也是第一次聽我 給我號碼 不好意思 111多 他說有所謂的股權激勵 他不會影響公司 我覺得不是的 其實怎麼說 一間公司的營運 雖然現在我們很電腦化 很資訊化 其實都是靠人的 我不知道 你一般打工仔 如果老闆論功行賞 怎麼都是會走多一步半步 所以有個好的incentive 尤其是你看到美國都很明顯 多勞都得的時間 那間公司便會好些 那為什麼會不會影響fantamental 當然你說是否很短期很大影響 就未必是 不過一間公司長遠發展 必定要平衡一下你內部的激勵因素 譬如說你見施老闆 施永青先生都講他三三制 三分一公司賺到錢 都是要給同事 其實司機金也是 我們的同事之所以這麼努力 這麼厲害 某程度公司都要論功行賞 都要有一個incentive system 所以 短期是很難說的 但短期是很重要的 你問我 你小米當然是說 近期大家最關注 究竟華為是怎樣 印度是怎樣 這些是最能動到股價 好 2689是否還可以保持 好像沒什麼動力 是啊 現在我都明白 大家覺得現在什麼都會升 一不會升那些是否應該沽 這個就是主觀判斷 如果本身有很多現金的話 我覺得就不需要 好像我這樣 現金真的很少 我都掙扎一下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又是否不可以這麼短線 至少我都未沽 2689 都還拿著 可不可以減少少 不過至少我還有拿著 我覺得不會應該 因為東西不動 突然沽了它 尤其是它不動了多久 兩個禮拜左右 OK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又去到40分鐘 OK 不過呢 既然大家有這麼好的問題 我都盡量回答一回答 好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 終於我們CG今會的直播 記住要多留意多些 我們的最新的資訊 就要來到我的YouTube 去給個like subscribe 和按鐘 保證大家不會錯過我們的資訊 我們明天再見 多謝支持 拜拜 好 謝謝